一直以来,美国都稳坐世界超级霸主的位置。但是近年来,许多国家奋起而上。虽说还不能超越美国的霸主地位,却也在不断崛起中。近年来,中国的崛起速度,犹如雨后的春笋一般节节高升。 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提升,中国似乎成了世界最大的焦点。无论或动或近,都会牵动全世界的神经。在国际层面,关于中国的讨论无所不在。随处可以听到,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世界范围内,中国崛起在学术和媒体等,都是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。 中国崛起在美国新闻词汇中常年排名第三。可见中国崛起被关注的程度。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,对中国崛起的恐惧,导致了美国对自身衰落的过度担心。 美国精英普遍认为,中国GDP总量将在21世纪前半期超过美国。这是美国经济规模超越英国以来。从未面对过的状况。 美国及其盟国,面对的将会是一个越来越富有,技术上充满活力和军事上强大的中国。而中国腾飞的脚步,似乎从来没有停止的迹象。 西方害怕中国有各种原因。英国学者研究得出,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智慧人民的民族。 中国的汉字、建筑、古籍,就是智慧的象征。从二战结束,中国的发展足以让世界惊讶。无论是军事、经济、文化程度,都是智慧的一种体现。 美国时代杂志曾公布,中国人的智商全世界最高。和犹太人并列。平均值为105。而欧洲人平均值为100。智商最低是南非和刚果与林的比格米人。平均智商为34。 然而,在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汉学家金介普看来,中华民族勤于思考、善于总结。并将思考结晶运用于实践。创造了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。铸就了上下五千年辉煌文明。 所以,要想读懂中国,一定要最重视这三本书。分别是《易经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孙子兵法》。在中国,每个人在不同的场合,不知不觉中运用过三本书中的精华,我不出手。就能让你感动恐惧。这才是用兵如神。这才是大智慧。 据美国一份调查报告显示。在2018年,已经有53%的美国民众看好中国。两年前这个数字,还仅仅为44%。这说明美国民众开始对中国发展的认可度再逐渐增加。 另外,美美早前曾发表文章称,美国目前最大的失败,就是没能适应中国的崛起速度。然而,对于我国的崛起。在西方最著名的问答SNS网站Core外国版之乎上,有这样一个帖子火了,特朗普为什么这么怕中国?帖子作者是一位在蒙特蒂尔理工学院读书的外国网友。 截至目前,此帖已获得超过15万阅读量,合近700个点赞。下面是帖子的内容,因为横行霸道的人,绝不会挑抢者去欺负。而只会欺凌弱小。 说得更明白点,特朗普就是那个横行霸道的人。而那个强者则是中国,这位名叫史蒂芬克莱门特·斯蒂尔·克莱门特的网友在帖子开头,就这样言简意该地说。 尽管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看,还并不如美国那样强大。或许以后也未必能比得上美国。但中国也并不是一个像墨西哥或其他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国家那样,可以被玩弄的国家。 对于任何一个需要和中国打交道的人来说,它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,史蒂芬克莱门特在帖子中写道。 特朗普应该知道。在美国和中国、墨西哥与加拿大的贸易中,美国才是那个受益更大的。他更应该知道。如果没有这些贸易伙伴,美国也是那个损失最大的。 但因为一些不可持续的民粹因素,他在贸易问题上采取了难以合作的态度。并选择拿墨西哥等弱者开刀。 但克莱门特认为,特朗普不敢轻易对中国这么做。因为中美之间的贸易额,超过了6000亿美元。其中一部分是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。 如果没有这些商品,美国没办法活下去,或者活得好。这些商品不仅仅是一些塑料勺子杯子之类的。而是各种电子产品,电子元件,汽车零件,钢铁这些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美国家庭每天需要的。更是普通美国企业所需要的。 简单来说,大部分雇佣美国工人的美国公司,都需要中美贸易,才能继续维持生意。 这名外国网友指出,倘若真像特朗普所说的中美开大贸易战,中国可以很容易的存活下来,因为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东西很少。 它只需要减少对美国的出口。加大对其他国家的出口,或是寻找新的贸易伙伴。最多不过把他们的商品储备起来。 但美国政府却会面临大麻烦,一旦美国公民或公司发现,那么多商品开始变得稀少,昂贵,质量低。 他们很快就会跟政府闹三天。而特朗普怕中国的第二个原因,是因为中国是美国的债主。 这名网友表示,中国现在还拥有超过一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。也许有一天,中国会希望美国把债全还了。 他还设想了一个可怕的局面,倘若中国有一天决定把手上的美债全抛了,或是停止买入美债,那很容易就会引发股市暴跌和美债价值的大幅下降。 而且,到时候,美国可能连维持自己政府正常运作的钱都没了。如果发生了这事儿,美国公民和企业,肯定也会痛斥政府的。 克莱门特说,好在中国目前还持有许多其他种类的美债,并且还在稳定的买入。这其实都是在帮美国政府筹集资金好吗? 而在军事领域。在亚洲这个美国自二战结束以来,就一直控制的区域。中国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强。 这名网友表示。也许,中国的军队是没法挑战美国的军队。但它保护自己的边境,还是轻而易举不在话下的。 而且。作为本地区最强大的军事力量。中国有实力,可以解决其周边的任何冲突。在这名叫做史蒂芬·克莱门特的网友看来。 特朗普从竞选到就任以来的不少承诺和政令都是错的。特朗普所谓的中国、墨西哥和加拿大偷了美国人的工作,以美国为代价让自己致富的想法,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 他在帖子中写道。正是因为有了贸易。美国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。比十年前、二十年前、四十年前都要富裕。而他的贸易伙伴也是如此。这正是贸易的好处。 仅仅不自己生产电视机或电话根本不是什么大问题。这不就好像富人用不着自己亲自割草一样吗?他感叹道。 如今美国和中国、加拿大及墨西哥的贸易总额,已经超过了每年1.5万亿美元。这绝对是美国和世界上最成功的贸易协定。他们大大有益于美国。 所以,如果你享受你在美国的生活,那麻烦请你也热爱美国的贸易伙伴吧。 比起强大的中国。人们其实更害怕强大的美国。根据2013年的一项调查。在65个国家的近7万人参加了调查。因此,这项调查是全面的。 近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说,美国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。而对中国来说,这个比例是6%。 记住。这个调查还是在特朗普上任之前。为什么美国比中国更让人担心?因为中国通过与其他国家做生意。互利互惠。对世界施加影响。 而美国通过欺凌,支持专职独裁和发动非法战争,来对外施加影响。 一架是中国人在当地的一些细节,他们搬到我们的岛上。 安美地学习了西班牙语。并融入社区。 他们在大多数周末都在做生意。 虽然他们倾向于雇佣中国人。 但他们也雇佣了很多美国本地人。 他们有一个巨大的市场。 他们销售各种各样的商品。 而我们就是离不开它。 他们称之为唐人街。 你去的每一个地方,似乎都有一个唐人街。 而我们这里的所有人都能完全适应。 中国的犯罪律,在这里几乎不存在。 他们很齐劳。 几乎从来没见过他们在外面有乱搞行为。 总的来说,他们都是很谦虚的人。 过去的七十年里。 美国一直是世界上的警察。 他建立了井然的秩序。 以至于世界经济现在靠美元运转。 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最著名的是美国、欧盟国家和日本,一直是这个世界秩序的主要受益者。 因此,他们对这个秩序的任何威胁都极为谨慎敏感。 几十年前,最大的威胁是中东。 今天,最大的威胁是中国。 发达国家可能不太担心,与中国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。 因为核武器的存在,对任何重大军事冲突,都起到了非常强大的威慑作用。 然而,发达国家担心中国飙升的GDP,最终会超过他们。 这不仅会对世界经济,而且会对全球秩序产生巨大影响。